统一旗下的十九管商品受到了顶兴黑心油的波及 日前才公布了退费方案 不过今天传出有民众被店员要求 除了发票之外还必须要有附上消费明信 才能够退费非常的不便明 而今天统一则是出面表示 如果没有消费明信 民众也可以凭着发票到各门市的机台来扫描 同样可以办理退费 顶兴黑心油风暴波及到许多下游大厂 其中包括统一企业的十七款泡面及关东煮全都中标 不过有民众时发票前往统一超商办理退费 却被告知发票没有交易明信无法办理退费 假如他真的有幸是想要退的话 应该是就是方便的方式嘛 只要有贫有据就好了 这样子很刁难 那为什么不说连商品也要一起拿回来 如果是一定要有交易明信表的话 这样子会觉得你明明就可以查出来的东西 为什么还要再加自己一个交易明信表的东西出来这样 统一企业表示日前公布第二阶段退费方案 无论是在哪里购买的问题产品 都可在7-11全国五千家门市退费 不过民众实际退费经验却非如此顺利 消息会痛批统一根本没诚意 也不合情理 应该对消费者采取更宽松的做法 对此同一企业回应表示 没有留存消费明细的消费者 也可以使用门市的iPhone机台扫描 或是利用手机QR Code查询 就能显示出购买记录与明细 请店员协助办理退费 记者来说明讲东西 台北报道